等雨季一來 真的是大雨下不停 導致在台中縣大理市 立人橋頭 昨天這個地方 破了個十公尺長寬的大洞 連縣長黃仲生 趕到現場來關心 就擔心在去年 後裏所發生的後風橋事件 會再次重演 大雨讓台中縣大理立人橋頭 破了個十公尺長的大洞 可能水要太大 不管 所以斷裂 斷裂也要靠空下面 所以因為水勢太大是不是 這一條台中縣大理立人橋 是主要的幹道之一 一次承受不了大浪溪水的沖刷 才會產生破洞 還好整座橋沒有塌陷 也沒有人車掉到溪裡頭 但還是引起相關單位 一陣的虛驚 就連台中縣長黃仲生 也趕到現場來關心 就怕後風斷橋事件 會再度發生 你看這邊已經超 已經氣力那麼大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 立刻這邊會挖通去 讓它水流出去 你流出去 所以可能橋裂的部位會比較快 比較重要 因為這節奏有影響 對 縣政府趕緊吊派怪手 回填砂石加固橋樑 還有當時沒有車輛經過 沒有亮成意外 但橋樑再度塌陷 讓人想起了當時台風 衝掛後風大橋的惡夢 昨天新聞陳思源 朱顯民台中報導 臨時很高的 我會看見